牙齦反复的笼包会癌变吗 这是个广泛受到关注的问题 那么您常想特别是老年人或者叔叔阿姨 发现自己牙齦长笼包的时候会很担心 会很担心 那么牙齦的笼包呢 我们说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来自牙齿组织的感染 一个来自牙齿组织的感染 那么这两种感染呢 经过彻底的治疗 那么这个漏管型或者是笼包呢 它就会得到愈合 所以呢 这种牙齦上的笼包 或者是漏管吸肉样的真身 它是不会癌变的 那么也有的情况呢 牙齦表面有真身物的情况 特别是老年人 它不是笼包 它是牙齦发生病理性的真身的时候 这时候呢 就要引起警惕 所以呢 牙齦上如果长出异物来 或者牙齦真身呢 一定要到医院及时的就诊 排除呢 它本身是恶性组织 通常的牙齦的笼包 或者是严正性的这种真身呢 它都不会癌变 是可以通过治疗呢 得到治愈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如果是我们口腔联墨的一些 真身病理性的真身性疾病 比如说白斑啊 再比如说流性的真身 这样如果是口腔联墨表面 有这些个真身 它会感染也会 也会形成农样的这种分泌物的时候呢 这时候就要注意了 就要警惕 要及时去医院做病理检查 我们说 切下银快进行病理活检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